全油管最快新闻,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医院巡查工作管理办法和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明确将自2023年12月起至2026年10月底前通过自查结核实地巡查的方式,开展新一轮大型医院巡查工作。 此次巡查将重点关注公立医院挡件、行业作风建设、运行管理等方面,特别将针对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连接从业情况进行重点巡查。 此举有望规范医院运营管理,提高医疗质量,保障群众健康权益。 专家表示,新管理办法的发布表明国家对医疗领域腐败问题持续整治的决心。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